我后边这个车是不是觉得有点小的可爱了 来看一个来自于大众的小T6的露营车 也是一个鞋升顶的设计 然后你别看它小 人卖得到真不便宜呢 7万多欧 这应该是副驾驶座椅可以旋转的 里边有个小桌板 电磁炉 睡操 然后这个车你看它的这个柜子 它是这么设计的 它不是抽拉的 是这种上下先开式的 冰箱的隐藏在这一个位置 这里还是一个储物空间 就我发现老外今年反正就是 展会现场的这种小的B型车路级车 还真的是挺受欢迎的 最大的感受是啥呢 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木材环保这块 处理的真的特别好 全车真的是闻不到任何一点胶的味道 然后人家这个桌子 你真的是处理的 就不得不佩服 这个包边包的是真好 但我就想不明白了 咱们中国上下5000年是不是 干木匠的工人那么多 就处理不明白一个木材嘛 前面呢其实大叉不叉 就是正负驾驶两个座椅 然后还有一个第二排 紧接着你看它这后面怎么设计的 做了一个封闭 就这个地方呢是封闭起来的 咱们的厨房区域呢 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然后中国人不是很多人觉得 这个厨房和卫生间 是不能对着的吗 就特别介意这一点 你看看它是怎么处理的 做了一个隔断的设计 同时呢这个门啊你看 哎 抽拉的门 这个卫生间区域呢就封闭起来了 那么你在这里如厕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的尴尬了 即使说这里就是封闭了 对吧 但是呢还是有两三个 小的储物空间的 所以我觉得也许可能 这个设计就是如果说 国内有一些必行车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借鉴一下的 这应该是把它打平之后 能跟这拼成一张床 然后这个位置你看 是一个抽拉的储物空间 这是一个柜子 小冰箱在这一个位置 那我来看一下 咱们实测体验一下 这个位置做饭会不会挤 那目测我应该是一个 中国人正常的身材了 做饭挤这儿那儿 OK就将将好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